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堂善书 因果并向印证之心注解 主著先佛为观世音菩萨 请注意观看本系列时 强烈推荐于本频道另一系列 因果并向西论与印证一起观看 影片连结请点右上角 因果系列皆由南海观世音菩萨著作 观音菩萨讲 第七篇解业良方信不恶 本篇主旨阐述因果并向大致区分精神与身体 一级无形即有形 无形又胜 更激烈于有形 一般众生常将精神病患之人 归裂于受因果冤亲所干扰 基本上是没错 但以往西格式暴律力而言 是因果夜暴铸成今生命成 直至原机成熟而显现 但是于今现世暴律力已失行 则在人生过程中将更容易引发精神刺激 乃至神经失常 众生是否有察感 近世以来此类患者有增多趋势 诸如人际情感之刺激 受到人际不善所侵扰 甚至丹迷沉溺于某些异热 尤其科技昌盛 手机、电脑普及 而有禁银肾而单逆电丸 乃至产生神经失常 非止于精神病相 亦有牵连于神经失序等病相 继此末法时中 因果清算 除以铸成命成之外 尚有接种而至之暴业 乃至因心造罪业 而牵引触发现 事暴律力失成标准 首先 无先注解 因果病 无形之侵扰 形成精神病相 其必要条件是 众业因果 及五色令其中之黑 会二其所讨报 使能亲身 但现世暴律力失行 则清白 黄三其之讨报 虽然不能亲身 但以阴界磁场之灵力 干扰阳界磁场之深远 一旦如上述之情感刺激 人际霸凌 不善人际关系 乃气自身单迷于意热 则本具之磁场防护网出现破戏 乃与清液讨报之因果 亦能形成精神 乃至神经系统之失常病变 赴次 身体病造伤害 当然仍依循五色令其之轻 众业报 但是金人不负往昔淳朴良善 功力抬头 因而处事多以利益优先 是已故 亘古病菌之出现 黑心食品之制造 更甚至对于自然生态之不爱惜 或加速破坏等等 造成本身防护利益逐渐减弱 伤害自然加重 在面对如此情境中 英国讨报是为基本动力 但外在客观因素 却是加速 加重 间接造成更严重之伤损 大环境是如此 个人虽然无力回天 扭转此一现象 但是基本上从自我本身妥善保护 进而同化或感召周遭人等 在与时俱进之努力中 可以有效恶阻其外在之祸害 进而消弥自身受报业侵扰之伤损 当然由自身做起 无非己乃心存人善 广结善缘 至少是填补自身防护能量之减弱 以及消弥业缘尚未成熟 而避免重大冲击 这边观因菩萨提到的本文与内容 乃是指因果并向西论语印证哟 可以到本频道观看因果并向西论语印证哟 一 现在改成现世报 报应今世就会遇到 所以要常常忏悔 反省自我 一定要改过向善 总之就是要人人赶紧求修大道 吃素行善 才足以挽救 并且遇到所有一切困境都要感谢上天 望大家求到 也要为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无集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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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一 赤拱横堂有为新宗弥勒道场 千佛墙 五度母转经轮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一 赤拱横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